我很好奇 千凡田一直在好奇生活 在千凡田的哲学小课堂里 他剖析了七大罪与生活的关系 理性地分析了自己不容易生气的原因 可为什么不生气的好奇宝宝会在数学课上生气呢 在千凡田的回忆里 伟道老师出了超纲的数学题 并因为没人回答而大发雷霆 因此他在生气地提醒老师教学进度问题 那么是什么数学题能高中一连接一般所有同学集体梦圈呢 我很好奇 抽镜看发现这是典型的已知定义域的一元二十方程求植域 这道题应该怎么求解呢 我们打开最新版跨课APP 打开相机 选择拍题进行拍照搜索 居然直接就搜索了相同体型的解法 这个题干基夫和千凡田看到了一模一样 软件给出了解析思路是先找对生轴 再根据增减性求最止可的植域 怎么样是不是很方便 这就是神山中学高一的数学题 同学们 你们高一遇到这题也会梦圈吗 把你们的答案打在公屏上 可能你会认为高一的数学太简单 让我们穿越到新春期术头不会梦到兔里老学姐 丰元高中二年级的子孙肖泰被心爱的蚂蚁学姐误会 虽然当面曾经对方却也无法完全释怀 这边和古后的假情侣却也勾到了她的真心 啊震惊 果然是一流情感啊 男主居然才是卖肉弹道 看到蚂蚁学姐打扮成兔里郎到处找我 我不仅想到了传统艺人 于是我在此处按了个暂停 转眼肖泰就到了期末考试 注意啊这是高中二年级的数学考试 可以明显看出第四大题为数列函数题 那么这个题是不是还像病果中那么简单呢 为方便大家看清 我做了简单的翻译 这种题只要看到全是二还有对数 一般可以两边同时取个一二为底的对数试一下 我们打开跨科APP拍照收题 又收到了完全一样的题型 不出所料先取对数 再经过一阵变幻可得追踪结论 BN的通向公司求数后第二问也迎刃而解 这就是动漫中高二年级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题 这道题你会了吗 看到这里有的小伙伴就要问了 我就是一个初中生你给我看这些干嘛 刚好魔法少女小圆也是初中生 在小燕最初的时间线小燕还是个害羞胆小的女孩 但在她面前的却是一个自信热情的小圆 抛开动漫里的略性节奏不谈 是什么题让小燕迟迟不能下笔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道初中二年级的题到底有多简单 仔细看题五秒钟 你的思路出来了吗 这道题首先需要推导出费马小定理 那么什么是费马小定理呢 话不多说直接打开拍照收题 刚好这个题就是用数学归纳法证明费马定理 有了这个结论 再加上一点点细节即可证明原题 诶 费马定理是啥时候学的来着 看到这里有的朋友又不满意了 这个拍照收题是数学这么强 那么偏文科的题目也可以收吗 你这个问题我就想到了方文社的恋爱小行星 真正的热血战斗翻 猪猪学姐去参加地球科学奥里皮克 单刀付费 太热血了 开战前夕与敌军狭路相逢 一掌派运 太热血了 话说回来这个四年举办一次的地球奥里皮克有多难呢 文科朋友们注意了 这里是你们的主场 地质类 气象类 海洋类 环境类 终于找到了个完整的天文类 问日全时和月全时的方向 再打开跨科APP拍照收题 不出意外也找到了类似的体型 日全时有太阳的游戏之东 月全时有月亮的游动之心 再结合体干不难得出最终答案 到此我们研究了日满周遇到的初中高中各年级数学题 用跨科APP拍照收题找到了解法 当然软件收题只是一个辅助 大家在日常学习都还是应该自己去掌握解法 真正学会才能百战百胜 当然遇到了困难也可以随时求助收题工具 除了收题之外 跨科APP还有拍照翻译的功能 你的名字电影中商业刚意识到自己与男主互换身体时 画面中才出现了他翻笔记本的场面 女主的笔记本里会有什么内容呢 我很好奇 逐正播放我们可以看到原来这是个英语笔记本 貌似是一篇英语作文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 我特地摘抄了这段话 用跨科APP拍照翻译短文内容一目了然 相信这个功能能为大家提升阅读能力有所帮助 除此之外 跨科APP还有拍照转文档等功能 PDF拍照就能转成可编辑的表格 课上的PPT也可以拍照转文档方便查看 介绍了这么多 你以为跨科就是一个学习神器吗 没错 他的确是一个学习神器 但是又远远不止于此 跨科其实是阿里旗下的智能搜索APP 有着强大的搜索能力 答案精准 过滤低字内容 同时有着强大的相机搜索 语音搜索能力 界面设计极简 没有低字广告 告别臃肿 轻爽无干扰